搜水油事件让台湾的食安丑闻登上国际媒体 尽管政府强调会严查重罚 但已经重创了下游的高饼业绩 业者表示这几天业绩足足掉了四成 中秋前夕爆发搜水油事件影响民众的月饼消费 预期的销售旺季 业绩却惨不忍睹 调查出来有些掉了差不多四成 四成油 最后三天 一般传统面包店也受影响 刚出炉的糕点发人问津 业者无奈 有人建议我们说 就把我们使用的什么油贴在外面 台湾发生搜水油的食安丑闻 不止影响近千家业者 也波及香港和澳门的高饼业 更登上国际版面 美国主流媒体时代杂志彭博社都详加报道 彭博社报道标题还揶揄写着 中国最新的食物安全恐慌来自台湾 食物安全是一条河 不论是在上游或者下游都要负责 中央跟地方也不要推来推去 重点就是查与罚 强贯公司因贩售缩水油制造的全统香猪油 被高雄市卫生局行政开罚台币五千万 送刑事侦办 不过去年被踢爆参甲油 今年又卷入黑心油风波的累贩顶心味全 被食药署长夜民工形容是最大恶极 却因为是业者主动通报下架的 除非检调主动介入 否则依现行食卫法根本无从开罚 接连的食安风暴已经重创台湾美食的国际声誉 如何从法令上杜绝不肖业者的侥幸心态 落实严格源头控管才是真正的把关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又明秋天喜 台中云林采访报道